来 哥哥帮你加 我刚才睡在太多了 我说实话不应该点那么多胎 你们来这天我们点赛 他刚刚那些举动 是不想让我难看的 一个要的是你电话 一个要的是你电话 没有人要我本人的电话 我不成就打备胎了吗 那你改名叫三万言算了 你不就是你本人了吗 要不然叫断家许也行啊 行 我去取车 你们两个在门口等我就行了 你跟着他们俩 快点啊 走吧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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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抓麻了吗 我带你抓呀 玩麻麻机啊 哥哥 我不用玩这个 没事 我答应过你 坐坐坐 我跟你讲 我最会玩这个 到时候我一个一个教你 妹妹 抓一把 谢谢哥哥 这些就好了 等我教你了 我一个一个教 我个一个教 来 哥哥帮你夹 我像悄悄在变轻的气中 透明的心事在出走 无声的 漂浮着在你的左右 来 三十片吧 等我前进靠近你 吹来轻轻微的小微红 我之前经过你手口 换成了一场爱言环游 再给我两个 再多看你一眼 让心动透一秒时间 藏起来的想念会变强 藏不住的心愿 你夹到娃娃了 不要再哭鼻子了 哭了 你干吗呀 你别哭了 傅振初 为什么从小到大 你 你 大人我当你们了 那你透气 那我回家了 我顺便送送你吧 咱俩这么熟了 也不用送了吧 咱俩 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是吗 我那么努力学习跟你考同一个高中 你难道不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更应该好好学习 你怎么老跟我说学习啊 假如 我是说假如啊 我对你有好感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我想不了 我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应该想 如何好好学习 不要开这种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是不是忘记你小时候 打掉我一颗牙的事情了 这都多少年的事啊 我手部也骨折了 也是 那 那 桑枝 那也不行 你就别说这个事情了 桑枝 今天是我生日 我特意选今天跟你说这些话 你老是跟我这样子 你不能改成那句 为什么老是要这样啊 坏子没说到两句 你就开始哭 从小到小 我才没有哭呢 你哭了 你干吗呀 你别哭了 傅振初 为什么从小到大 你 你 你 打扰我当你们了 桑枝哥哥好 再见 贾局哥 你是在偷听吗 是啊 这么理直气壮 你现在是高中生 不可以早恋 不可以早恋 我没有 我没有早恋 真的没有 你刚刚不是在偷听 你没有听到我跟他说 要好好学习 不要想别的 不过也是 青春既有这些想法也很正常 但是你现在的任务 是要好好学习 不能分心 我都说了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相信你 不过桑枝 有人欣赏你 也是件好事 你可以先谢谢他的欣赏 然后再委婉地拒绝他 但是你不能伤害他 我没有伤害他 我看他刚刚都哭鼻子了 他哭鼻子是因为 他从小就爱哭鼻子 他从小就爱哭鼻子 我跟他从小打架 都是他先哭的 我跟他从小打架 你还打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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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 天天被人叫家长 没有天天 就 一次两次的三次 把手伸出来 你还打架呢 走吧 骚智哥哥 老师好 这个是 那我 我爸爸 来 来 来 没事 妈 你 你们先上上 先站起来 先站起来 来 三 二 一 走 慢点 怎么了 我真的 脚崴了 把桑智带到那个医务室 去看看 对对对 行 行 你先上了 我带你去栽呀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别碰到那只脚 走吧 桑智哥哥 老师好 这个是 我 我爸爸 走 走 走 快点 这 这个是 我爸 不好意思 老师 真的是 是摔了腿 摔了脑子了 行 我老师就讲上我爸爸 你能不能别弄吗 我 你能不能跳高 就跳那么烂 还非要跳 还行的 别吵了 你又要高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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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动 小 相信脚 你又要 那你怎么走啊 你脚崴了 别乱动 我来背吧 行行行 你背 你背 来来来 来着吵 小心拉脚啊 好 小心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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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优势怎么没人啊 你先带他过去坐 我喊人去 好 受伤了还在这儿吵 先坐一下 慢点啊 你先别碰那个脚 先别碰那个脚 先别碰那个脚 我先帮你消一下毒吧 可能会有点疼了 忍一下 疼了 疼了 坚持一下 很快就好 伤得这么重 这只手用吗 疼吗 怎么这么看着我 怎么了 怎么这么看着我 怎么了 还是你对我啊 还是你对我啊 不像我哥 就只能骂我 你觉得你哥对你不好 他根本就不爱我 不爱你 你刚刚摔倒的时候 你没看到他多着急啊 冲过去 马上就把你背起来了 还不爱你 你这小脑袋瓜 一天到晚想什么呢 把你带着 你带着 桑枝 你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哥没让人在学校等我 怎么了 没事啊 我在哪儿 谢谢 谢谢 先喝点东西 谢谢家许哥 没事 手怎么弄吧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怎么不告诉我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而且我哥也警告我了 说你很忙的 别给你惹麻烦 不过家许哥你放心 我没想瞒着任何人的 我回去就会跟爸妈说的 你别担心 他们怎么打你的 他们没有打我 没打你手都弄成这样了 他们就是拍了拍我的脸 然后把我钱包拿走了 手是我自己磕的 然后他们还说让我 明天带上钱再去找他们 这是一个高原動画的 是想做的 那我给你了 神经病 你好吗 我对啊 你如果不是 你这个是想做的 找家长 他叫你去干吗 我好想 我好想喜欢上他了 �もの Kok 还有一个打算 玉米 橄榴 玉米 鱼 鱼 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虽然 不太想承认 但 我好像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短 下 起 你 你名字 在 那颗星球 我想 悄悄在 变清的 气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妹妹 以暴之暴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自己不够强大的时候 才会去欺负弱小 懂吗 我管他男的女的欺负我妹妹就是不行 咱们四个男的和三个女生做对 不合适吧 那这样吧 你不说你不行吗 是 你从外面带他 你 你 走 走 妹妹 你等我啊 帮我拿一下 好 没事啊 哥哥 你 他们会打架吗 如果是男生的话应该会吧 但你刚刚说是女生的话 应该就讲讲道理吧 嗯 帮我开 好 伤口还疼吗 我看那个女孩她那话说的 她有个银子 我敢自己太小 你谁啊 不是 你干吗呀 晓晓年纪抽什么烟啊 你干吗呀你 听说 你们让我家小朋友给你们钱花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谁啊 这没关系 我认得你们就好 请我妹五十块钱是吧 还拍她脸威胁她是吧 谁威胁她了 我就拿她五十块钱 我其他什么也没干 你别妄忘人啊 我 我 我就拿她五十块钱 我 你要的话我还给你 你别说五十块钱了 从我妹那儿抢两块钱 我今天也要把这个账 给你算明白知道吗 钱不拿出来 快点啊 你们才多大 我要学习干吗 准备在这儿混一辈子 你们拿了钱就过 我们干什么关你们屁事啊 钱拿完了 还有件事 你们谁是带头的 是不是你 现在知道害怕了 小妹妹 以暴之暴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自己不够强大的时候 才会去欺负弱小 懂吗 以后要记住好好学习 你跟这儿欺负着我 走了 你 假设